我的天 龙江猪脚饭就像出自热版了 自热的龙江猪脚饭 几盒量420克 花了我14块5 这个价格比外卖还便宜 看一下细节 米包120 水包120 谁让它配水了 全占重量 酸菜50 肘子肉100克 下方菜30克 种类还挺多 脱骨肘子肉 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猪肉 然后是一些调味料 再配料表最后一个 发现一个卡拉椒 其他都挺正常 自热包还给了两个 这是给错了呢 还是确实是放两个 按照经验还是放一个吧 下方菜腌菜 后面放 米包肘子包先放 天气比较冷 完全成一坨了 也看不出啥是啥 其实这样都配水了 为什么不多给一包 搞到这个自热包 还得另外加水 OK了 热好之后 肉倒是挺清晰的 还挺多 酸的两个小菜 分量也是不错的 看这个主角 以我多年吃自热的经验 有这个质量已经相当不错了 不过我估计 这个龙江猪脚饭 应该不是给广东人准备的 因为两个小菜都是辣的 看一下生产地址 肘子肉 河南周口 方便米包 四川成都 酸腌菜 云南大理 下放菜 重庆市 上面还有个包装饮用水 成都市 鹏州市 显得想到简单一个猪脚饭 居然融合了这么多个省 肥瘦肉一起 粉丝先吃 肥肉特别绵 瘦肉部分比较柴 可那种新鲜的相比 貌似就是那种肉香味 几乎没有了 虽然是肉 但是并不香 没啥味 怪不得要配这个下放菜 哇 这个下放菜厉害 它不是简单的辣 而且还巨咸 不敢想象 这个下放菜到底是放了多少盐 一边是没啥味 一边是具有味 刚好中和了 不用担心这个饭吃不完 光这个下放菜 足够吃完饭了 这几块肉 都相当于送的 饭有点烫 我慢慢吃 简单总结吧 以自热米饭的标准来说 算挺不错的 起码肉多 而且能吃完这个饭 当时把它和那个 同价位的外卖相比 就差点意思了 确实只能填饱肚子 要多好吃 不太可能 三个星